就特别的好奇嘛 所以我就只能给大家开直播 然后说一下了 安杰离婚了吗 怎么可能 杰哥他 不知道啊 我为什么会 离开王飞哥 就是也是有原因的 家伙们这个原因的话 也不是什么不好的 我自己就是觉得 王飞哥我们两个门不当户 不对的真的 无论怎么样终究都 感觉走不到一起 所以现在浪费人家王飞哥的时间 我觉得也不好 一直跟着王飞哥的话 只会害王飞哥 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咱们就不说 就是 看缘分嘛 对吧家伙们 因为我自己真的 我自己一直觉得 我自己一直 我自己最害怕的事情 终究它还是发生了 家伙们 我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知道的 咱们可以说一下 咱们可以说一下 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不是我小题大作家们 真的不是我小题大作 我现在我们家们把桑桑点一下 因为因为为什么我会回来呢 因为我 确实我在王飞哥家里面过年 我都没想过王飞哥 既然就会把我带到他家里面去过年 我很开心 这一点我真的很开心 然后 也就是第一次去 男朋友家过年 就感觉特别开心 我现在已经回老家了 家们 我妈妈也 哎呀 我现在没有在家里面 家们 我妈妈去打工了 我妈妈也去打工了 我妈妈也去打工了 然后现在我在亲戚家里面 因为上次我们干的那件事情 没有那个 所以我妈妈也 哎 真的 而且我跟王飞 我跟他们说的是 很坚定的 跟王飞哥在一起 现在发生这种事情 我又跑到家里面来 我在家里面 我也觉得 不知道怎么跟我表姐呀 我那些 不知道怎么跟他们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说 可能会 可能会骂我 可能会觉得 王飞说 这辈子就爱你 非你不准 没有 真的 王飞哥 不用因为我去跟阿姨 就是去吵架 或者是 去 真的 我 因为他们从来 王飞 就是王飞哥 跟阿姨 就是王飞的妈妈 从来是没有吵过架的 都是因为我 他们也才会这样子吵架 我不希望再因为我 就这样子了 因为以前公司 因为以前公司的时候是 没有 福尔子 福尼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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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 说一个怎么缠绝锅 我给你一顿 你这儿你这儿看什么呢 小花 哎 怎么说一个缠绝 你这儿在哪儿的 我给你了 给你啥 小花吃给你了啥 妈在这儿你了 妈 给你 我现在在我亲戚家里面 我妈妈去打工了 没有在家 现在 现在 我回来我妈妈就去打工了 只给我 她只给我说了几句话 她就去打工了 嗯 我说我说过我去打工 不让她去的 你弟弟妹妹没人照顾 现在真的 不知道怎么办了 但是 今天我说呢 就是 很多人都私信我说什么 阿妹就是王妃的妈妈 是不是打打你了 骂你了 是不是 就是特别 就是说什么 以后跟王妃在一起的话 就来找我们家什么什么 麻烦什么的 这些都是没有的事情啊 家们 就是没有的事情 你们不要误会阿姨 不要去想那么多 而且我都说了 阿姨没有骂我 你们不要乱猜 也不要去 跟王妃哥说什么 就是因为我阿姨 骂我啊什么 说什么 什么 我不适合王妃什么 我才走的 你们不要这样子说 这样子的话 本来我跟王妃 已经这样子就好了 就不要再去 把阿姨跟王妃的感情 弄的这样子 我不希望 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家们 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干嘛 不解决 我试图过去解决 但是 但是真的有些事情 我感觉解决不了 因为我出生 我就生在这个地方 我怎么去解决呢 我户口 我生下来 我户口就是农村的 我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遇到事情 真的我遇到事情 我都是慢慢考虑的 你们不用说 就是我什么 一下子就跑了 什么 又哭了 又闹了 我没有哭 我没有闹 我也没哭 我也没闹 我只是认认真真想了一下 去 有些事情 真的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呢 嗯 我不想同时去伤害到很多人 真的 我不希望就是同时能伤害到那么多人 直接跟谁说 不是直接说家门 直接跟谁说 说什么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就是因为我就这样子什么的 伤害到王妃 我不想同时伤害很多人 如果能伤害一两个人能解决的事情 我不希望去伤害到更多的人 我可以这么说吗 你们说我自私也好 怎么样也好 以后 我是不会主动去找王妃哥了 我也不会去他们那边 我不可能会去公司那边了 不会再去他们家了 我也不会再去主动找王妃哥了 我不去找他就行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说你们懂不懂 懂得 你们可以跟我说一句懂 不懂得没事 一根基 一根基 你们说我一根基也好怎么样也好 总之我不会去 我不会去跑到王妃哥家里面去找他 我也不可能跑到王妃哥的公司那里面去找他 我就是不会去找王妃哥了 我就是不会去找王妃哥了 因为 因为 我就是不会去找王妃哥 真的 伤害到一群人还不如伤害 伤害自己 连晓晓 晓晓在直播间吗 晓晓你跟阿姨在一起吗 还是跟王妃哥在一起呢 王妃会来找我的 王妃会来找我吗 不会的 不会的 我都跟他说了 我们就这样 我都跟他说了 我们要分手